自己會賺就要自己賀 真的 出道的時候 第一部戲就受到注意嘛 對不對 對啊 就說賺錢怎麼賺水呢 也不是說賺錢怎麼賺水 因為剛剛出道 然後一般上班族都是幾千一萬 在我那個時代 一萬多塊就是算是 一般上班族的收入了 對啊 你那個時代 中後當初 才一百萬而已 一路老闆子才一百萬而已 對啊 貝玉清買了幾十棟 都是一百萬 一百萬 一百萬 幾十戶啦 幾十戶啦 那我們那時候 因為出道拍一代女皇 然後一代女皇 同時也把那個金沛山 他在進八點把它捧起來了 所以 二二妹 送三天 我出去作秀 到處人家找我去作秀 那個作秀你不要多啦 不要坐啦 如果說一代女皇這首歌 一首歌讓我賺 唱一次讓我賺一萬塊的 妳那時候演哪個角色 蓮兒啊 就是女皇身邊那個貼身丫鬟 對啦 請不到女皇 請到蓮兒 用捧的 也捧得很多字 對 捧好多 對啊 我剛剛說了一首歌唱一遍 就是一首歌讓我賺一萬塊 我至少唱了一千次 喔 那幾年喔 我唱到我自己都好膩喔 可是為了這 新台幣不會膩啊 再多也不會膩啊 沒有 可是喔 人是這樣 有時候這賺久了 總會覺得 好累喔 好煩喔 可是等賠完了之後才會 再從頭賺的時候才會 感恩的心 對 年輕的時候工作太多 覺得好累喔 好煩喔 真的像你說的 可是現在有工作好珍惜喔 好棒喔這樣子 還好啦 真的 說那個時候 你們家裡環境也不錯 所以你不像一些苦命女明星 要去攻家裡 對啊 什麼爸爸怎麼了 弟弟怎麼了 哥哥怎麼了 你們家沒事 我們家沒事 所以你錢也不用拿回家 不用啊 我就是自己賺自己花 愛爽爽賺爽賺爽賺花這樣子 你除了對自己花之外 你對朋友也很大方 是啊 就是 也不是說對朋友很大方 就是大家約了出去 我買單也無所謂 就是這樣子而已啊 有一次像我過生日的時候 我們幾個閨蜜 幾個要好的女朋友 大家 我們就說 走嘛 我們出國嘛 好久沒有出國了 然後她說 要去哪裡 我說巴厘島啊 巴厘島也沒多少錢 幾萬塊一個人 她說 住那個 Villa 度過癮 定點度假 整天就在那邊跳水 玩水 然後他們就說 不要 我去年才去 不要 我怎樣怎樣 不要 我捨不得話 別囉嗦 姐姐我全部付了 老師真的也沒多少錢 六個人去 六個人 十幾萬塊 還是鞋嘛 十幾 二十萬而已 然後那妳自己買東西呢 所以妳自己買東西都包色 是不是 買包包都包色 上次我不是有 買鞋都包色 對 如果喜歡的東西 這樣是很不好還是很好 我看妳那個表情 好像很差的樣子 妳每次都損我 我沒有啦 可是年輕的時候可以啦 對啊 也是寵自己一下 買一個包包喜歡的 買回來 我第一 如果買一個包包回來 覺得很不錯 趕快去把它其他顏色 通通包起來 鞋子也是這樣子 衣服也是這樣子 就是喜歡的 真的 講到包色 我當年也去香港 客串的那個電影 酒吧應召女 九二還是九八 然後 應召女我演一個那個 南非我們家裡 挖鑽石礦的少女 是喔 富二代 回香港 在酒店認識了 酒女葉玉清 然後帶她去逛街 買衣服 然後因為我比較土 就問她說 我穿這個好看嗎 她說這個還好 這件好看嗎 她說還好 那件好看嗎 還好 我說這兩件不要 全部包了 為什麼 為什麼那兩件不要 她說不好看的我就不要 不好看的就不要 其他的全包 你喜歡什麼 都全包 然後就接一個 葉玉清的特寫鏡頭這樣 那是你是富豪啊 像你們 也許你電影裡面 會拍說 這個車子我喜歡 好 三種顏色全部買 依你移民電影裡面的手法 我那是演戲啦 你這是真實生活 還包色對不對 現在很多女生都 她房子就說這一棟不錯 那這一排都都買了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妳行李箱也是 行李箱也包 也同款也包色 那個 那個是一個很大的意外 我去年去加拿大 去投找我妹妹 我妹妹住在加拿大 然後我妹妹 哪一個妹妹 就常來我們節目這個妹妹 不是 不是一個比較大的 我們兩個中間那個妹妹 大妹 住溫哥華 白石 就你們家隔壁 我哥哥家隔壁 對 然後結果我去的時候 我妹妹跟我一樣 有嚴重的毛病 她神經病 她去亞馬遜的購物中心 買那個什麼鍋 他們叫IP 就是智能鍋 智能鍋 她一買大中小全部 她不但包尺寸 還包色什麼全部包了 他們家那個衣帽間 天啊 跟山一樣 堆的跟山一樣多 然後她就跟我說 她要送我一個鍋 我從加拿大 扛一個智能鍋回來 然後那個鍋呢 全部打包以後 裝不下了 我又怕說 搭飛機被丟了 會弄壞 會摔壞 對 於是我就氣起來 就再去買一個行李箱 去奧類再去買一個行李箱 其實那個行李箱 正好在打折 我覺得超划算的 那這個也喜歡 這個也喜歡 那個也喜歡 好了 算了 就大中小全部買了 就為了裝那個智能鍋 我這麼快 回來我想一想 我怎麼會這麼愚蠢 那個智能鍋才多少錢 因為智能鍋 都是給那個愚蠢的人用的 對啊 然後我花了十倍的錢 買了那三個皮膚 有這些女明星 真的 我一個做宣傳的朋友 說當年帶一個香港的女歌手 從台灣要回香港 她說很喜歡台灣的麻辣鍋 帶回去給朋友吃 趕快進機場前 趕快買了一大包的麻辣鍋 跟塑膠袋很難看啊 結果立刻免稅店 買一個大的LV包包 給她裝她的麻辣鍋杯 好笑喔 真的還是假的 你這麼的女明星真夭壽 所以妳買紅酒也是一次都買四五箱這種 對啊 因為我怕她斷貨 我怕她斷貨 因為好喝的紅酒 女生最怕斷貨 對 老師什麼 口紅這一次我好喜歡喔 怕她以後不出了一買買十支 很多女生都這樣 對啊 我就曾經因為這樣子啊 妳說的口紅就這樣 這次買了 然後下次再買 她就說剩下三支 我說那趕快全部買起來 果然後面不出色了 就是這樣子啊 那我就是怕斷貨 因為我們喜歡喝的紅酒 就是 妳喜歡就是喜歡嘛 對不對 那乾脆妳還有幾箱 還有五箱 還有六箱 OK 全部送到我家來 這樣子比較保險啦 真的 他說每年都要出國旅遊 全世界五大洲都去過了 還駕到非洲去過 你不要老提那件事情好不好 非洲我們都沒有去過 很羨慕妳啊 我們都沒聽過啊 然後說本來去年就訂了幾年 二月要去義大利 四月要去日本 七月要去馬來西亞 全部泡湯啊 快哭出來了 老天爺都看不下去了 叫妳們都老實在家裡待著 是這樣子 不是啦 那聽到燈 其實義大利我們已經計畫很久了 然後我們也全部都付了 然後當一過年的時候 疫情爆發的時候 這快哭了 我們這幾個愛玩的女生 真的都快哭了 妳知道嗎 我們一直寄望說 可以讓我們去 結果大年出三 就馬上 義大利最厲害 它馬上就把我們取消了 取消了 然後就我們又擔心 完蛋了 黑布麗山 因為我們一開山 我們要抓住那個時間 我們要搶頭箱 一開山 四月二十號一開山 我們就要進去玩了 我們就說完了 義大利泡湯了 這個黑布麗山 恐怕也會泡湯 其他女生還跟我說 不用擔心 放心... 還沒通知 不可能 結果日本是第二個 疫情最厲害的國家 義大利完了就是日本 馬上六個人抱起來哭啊 這個也可以 目標考啊 多不會正面思考 還在抱怨 老天爺多眷顧你們 對 不然他就應該讓你們去 對 然後就直接 這種浪費女生 就一筆勾銷 沒有 我後來是會想說 還好耶 你媽媽 不然到時候 中獎回來怎麼辦 對啊 真的 中獎回來 還怕中獎回不來了 我們現在天天在指望說 疫情趕快開 疫情趕快開 我們可以恢復 我們想要去的地方 疫情趕快壓下去 世界開放 經濟復甦 妳也比較好說 妳是 疫情趕快開放 疫情趕快結束 結果妳們就在 台灣報復性旅遊是不是 對啊 那現在不就叫報復性 妳說去了哪些 肯丁去了沒 去了 台東也去了 花蓮也去了 熱氣球也去了 什麼都去了 不敢去 熱氣球嚇死人了 怕被吹走了 就是回不來了 錢那麼多都沒得花了 沒地方花了 所以妳覺得人生就是 想吃就吃 想玩就玩 對啊 我的哲學就是這樣 我們活到這把年紀了 真的 最近今天下午才在 那個旁邊的咖啡廳 跟一個女朋友聊天 我說我們活到這個年紀 合得來 就 多走一下 合不來算了 我們就慢慢地疏遠它 我們只要對自己好就好了 我的哲學是這樣 妳對自己好 妳不用看別人的臉色 我們自己活得開心就好了 是啊 所以該花就要花 對 因為也是自己努力賺來的 對不對 趁現在吃得動走得動